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玩具一拳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日本食玩是 DIY角落生物的巧克力棒 你们知道这些角落生物的名字吗? 做好的巧克力棒就是这样子的 里面还有一个放巧克力的盒子 巧克力棒的模具有ABC三种 背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三种模具的图案 你们喜欢哪一个图案的模具呢?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材料 有一包巧克力 四个饼干棒 这个是装巧克力的盒子 我们要把它折起来 这一张是制作的说明纸 我们拿到的是A模具 有炸虾的尾巴 白熊 这个应该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 还有吃剩的炸猪排 这些图案是不是非常可爱呢? 那我们先把巧克力倒出来 像圆圆的小饼干 然后我们放到热水里面 水域加热 热水的温度呢大概是50度 再用勺子搅拌 让每一块巧克力都可以加热到 大家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碗放在下面 这样会更好 慢慢的这些巧克力都溶掉了 然后我们再搅拌均匀 好的 那我们的巧克力酱就做好了 把它倒到模具里面 有饼干棒的图案 巧克力就不要倒满了 好了 这些图案都填满巧克力了 然后我们再轻轻地拍几下 这样子表面就会变得平整了 再放上饼干棒 轻轻地压下去 好的 我们快要完成了 接下来呢 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 30分钟 做好了 做得好像还可以哦 我们弄出来看一下 按压顶部就可以掉下来了 还是挺好脱模的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图案 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 它抱着的是什么水果呢 抱着一条鱼的炸猪排 炸虾的尾巴 还有白熊 它在吃什么呢 你们喜欢这里面的哪一个图案呢 欢迎在下面给我留言哦 接下来我们来做纸盒 把四条边都往里面折叠一下 然后把外面的两条边往里面折 再把下面这条边往里面压下去 插入底部的孔 好了 巧克力盒子做好了 我们把这些巧克力摆放进去吧 好的 看上去是不是很精美呢 好像一个小礼物盒 我们来尝一下味道 把这个吃剩的杂猪排吃掉 嗯 好浓的巧克力啊 好好吃啊 那这就是和大家分享的角落生物食玩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